叙利亚经济实际上早在内战前就已经接近崩溃,内战更是将其摧毁。 如果没有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强力财政支持,叙利亚政府和续军根本难以运转,这也是此前俄续一联军不断试图夺取戴尔卓尔圣东部产游区的原因,增加叙利亚政府财政来源,减轻伊朗和俄罗斯的财政压力。 续军和各类新政府民兵组织,要想打仗,必须得为其提供足够的口粮,还要提供一定的心想,让官兵们养家糊口,但鉴于困难的财政状况,能吃饱饭就不错了,指望养家糊口的心想就不现实了。 叙利亚老百姓参加续军或者其他武装,最大的动力就是吃饱饭,从事其他工作基本不可能,以公布的图片看,即便是所谓的改善伙食,也不过是米饭和土豆,几乎没有任何肉类,这与续官方公布的叙利亚民众的丰富伙食形成极大对比。 近日,鉴于在控制伊尔木克难民营后,旭军,共和国卫队和民兵组织等,大规模对这里进行抢劫和盗窃活动,俄军宪兵和叙利亚军师警察部队,突然展开大规模行动,抓获偷窃的军人,和捣毁销赃的地方,把偷窃的电器和家具归还原地。 现在这种盗窃的行为,已经成为新的产业链,其中,冰箱成为紧俏物品,几乎所有人都会不择手段地搞一台冰箱,冰箱也最容易出手,旭官方承认,之所以出现这种事件,主要就是叙利亚军人的工资太低,所以疯狂盗窃已换取现金。 但是盗窃是犯法的,所以那些盗窃的军人要受到处分,事实上,不仅是续军,其他武装本子也是如此。 土耳其军队控制阿弗林市区后,自由军就抢了一把,从侧制到奔驰轿车无一步抢,还在阿弗林市区外形成了若干繁荣的黑市,土耳其宪兵也为此采取了行动。 除了美俄土等国军队外,事实上,在叙利亚各路武装收入都很低,仅仅能吃饱饭而已,收入最高的俄罗斯雇佣兵月薪也不过一千美元左右,最高三千美元,而帮助反对派打仗的来自中东其他国家或者北非的雇佣兵,月薪也只有二三百美元,指望几乎没有收入,只能自己想办法改善伙食,甚至还要养家糊口的军人。 在战时不骚扰民众,这是完全不现实的。此前,旭军官兵因为偷窃俄军物资,还曾被俄军暴打。 请不吝点赞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